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其实有8万6千多公尺 但是放眼望去只有我们南高雄 以及亚洲新湾区正在热络的发展 但是北高雄大家可以看到只有传统的养殖业 到底我们北高雄之后的海岸 到底要做怎么样的发展 甚至是不是应该要产业转型带来观光效益呢 我们今天就邀请到了五位来宾 来跟我们一起讨论北高雄海岸的问题 首先第一位邀请到的是我们高雄市议员 高敏玲 高议员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敏玲 第二位是我们高雄市政府海洋局副局长 柯尚瑜 柯副作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海洋局副局长柯尚瑜 第三位是我们高雄市政府水利局副局长 陈灵化 陈副作 主持人各位观众大家好 第四位是我们永安区的区长林文奇 林区长 主持人各位观众 我是永安区长林文奇大家好 第五位是我们中山大学海事所教授 李正帝 李教授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好 首先欢迎我们五位来宾 那首先想请议员来分享一下 就是我们北高雄海岸它目前面临的一个现况 根据议员的一个研究跟了解 好 我想先跟我们各位观众朋友来做一些报告 其实我们整个国家包括我们大高雄市在整体的海岸的规划 其实都有一些历史的演进和法令的规章的演进 那其实在2004年行政院就有成立一个海洋事务委员会 那一直到近期大家都知道美丽湾的事件 那我们也知道说在2015年的时候 2月终于通过了已经推动 民间很多的团体已经推动了将近10年之有的这个海岸管理法 那同年6月也通过了相关的海洋的组织四法 那也预计要在今年2016年7月份的时候 要来成立一个所谓的海洋委员会 那其实我们都知道 其实大高雄市的海岸线非常的长 那自然的海岸线其实仅有13.72% 那有很多都是人工的海岸线 那我们也可以关注到我们大高雄市在这个县市合并以后 那我们可以看到过去的高雄市区的部分 我们现在在市府的努力的推动之下 也努力在推动这个港市合一的计划 所以也参照了法国马赛港的一些地中海计划的经验 那即将在我们南高雄要来推动这个 亚洲新湾区的计划 就结合整个包括轻轨的设置 结合包括各种的博物馆 包括我们的展览馆 包括我们的流行音乐中心 有很多的不同的这个建设公共建设 甚至未来可以要跟我们的中央的港务局 要来推动一个土地开发公司 那我们就看到我们的南高雄的这样的海岸的湾区 是这样如火如荼的进行 那敏林的选区就在位于我们过去的高雄县 也就是在我们的北海岸的这个区域 我们就可以观察到 其实北海岸的条件 也许跟我们南高雄的这个港湾的样貌 或自然的条件形态是不一样的 比如说我们在北高雄海岸 很多都是养殖渔业的一些基础的地方 所以今年在过年前夕 有这个霸王寒流来的时候 我相信很多观众朋友都看到 寒害过后有非常多渔民非常的辛苦 那也造成很重大的损失 那还有当然我们在北海岸也有一些湿地 比如说像永安地区 我们的区长也在我们有这个永安湿地 那也有一些红树林 那其实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甚至可以说北海岸这样子的一个自然的条件 或者是后来人为经济的一些样貌跟经济活动的形态 比如说养殖渔业也好 但是我们一直在思考是说 我们整个大高雄市 尤其是在我们这个海岸管理法 这个母法已经通过以后 未来我们的北海岸 到底要走向什么样的经济的发展 或是怎么样的开发的模式 还是要怎么样去保护我们既有的 包括红树林 包括我们的这些已经在逐渐在侵蚀的海岸 所以在去年的12月份的时候 那我特别跟几位议员 那还有一些专家学者 一起来开了一个北海岸公厅会 那就是希望能针对我们不管是海岸的保护 或者是地方的经济活动的产业的发展 或者是说未来的各种可能性 包括我们文化观光的发展 比如说蓝色公路可以怎么样再进化 还是说我们可以在北海岸来发展一些 跟往北的这些台南来结合 发展一些水上的活动 发展游艇的这些相关的产业 那这些都是一个很多层次的 或者是很多不同的面向来发展我们整个北海岸 那所以到底我们的市政府在不同的分属 不同的局处 比如说水利局 比如说海洋局 比如说观光局 比如说经济发展局 经发局等等 到底有没有一个比较明确的上位的计划 可以带领我们整个北海岸的 这个北海岸的 以及我们北高雄的一个新的发展 那这我想也是我们今天可以初步来跟各位来宾讨论的一个面向 是 那么其实刚刚议员呢 有点出就是我们北高雄海岸以及我们南高雄海岸 它的一个整个就是我们的差别 那目前呢就是议员刚刚有谈到说海岸管理法的部分 那我们现在是不是可以请我们海洋局的辅助来 跟我们稍微跟观众朋友介绍一下 我们海岸管理法的部分呢 好 谢谢主持人 海岸管理法在去年的2月4号公布 之后在这段期间一直到现在已经满一年多 这段期间在内政部的部分 中央的部分都公布了很多的执法 陆续的都在公布当中 我想这个法的最主要的目的 因为我们知道 台湾是位属这样子一个海岛的时候 我们的海岸其实是一个环境敏感地区 这样子环境敏感地区的时候 我们一定要去做好它的保护 然后可是我们在保护的过程里面 这些海岸地区会做一些利用 我们对未来的这些利用 开发 保护 或者防护这些措施 都是在海岸管理法里面 都有明确的去做一些的规范 我想海岸管理法一般民众可能不知道 海岸管理法跟我有没有什么相关 首先它立法的时候要把这个海岸 到底它的范围在哪里 要把它先界定出来 比如说以现在来讲 我们这都是以平均的高潮线 往海推的话 我们一般最容易记的方式 就是往海是推山海里的地方 往内陆推的话 就是碰到第一条省道 那个区域就是我们的近岸 就是海岸的地区 如果说还没有到省道的时候 有碰到第一条的滨海道路 或者是三极线 像东部比较碰到这样的情况 有三极线 这个部分都是属于海岸 也就是这些海岸地区的这一项范围 在去年8月也都是陆续都已经公告出来了 我想在这样子的一个海岸地区的时候 最主要这个法里面还有规范就是说到底谁来管 谁来管 中央是属于内政部 然后地方的话是地方政府 另外一个海的部分是谁管 当然就是由我们现在的海岸巡防的机关 同时另外一个就是在海岸的部分的防护的机关的时候 因为防护最主要是对于灾害的部分 所以说这个部分是由我们包括中央跟地方的水利的主管机关 同时在这个法里面规定了一个 中央要拟定一个整体的海岸管理计划 这样子一个上位的计划情况之下 他会把整个所有的台湾 包括我们高雄都涵挂进来 哪些是属于一级 二级的是属于海岸保护区 或者是海岸防护区 在这个总体计划里面 他就会把它讲得很清楚 然后这目前也都是在内政部 正在积极的规划当中 同时另外一个我们知道像台东美丽湾事件 或者是这样的一些 我们发现说某些财团 他可能就是去 他想要独占的使用公有的沙滩 所以在这个部分 在这个新的法里面也有规范的 那你这些公有的这些沙滩 不能独占性使用 要独占性使用 除了法律有规定以外 像我们有一些包括有一些国安法 或者说很多的法里面 在这个法里面都明定 哪些才是可以独占性使用 一般的商业性的 你要是开发的时候 都要经过主管机关的一个审核 才能够去做这样子的一个使用 另外一个 当然法律还是需要一些工具 也就是说你不遵守法律的人 到底你应该要有法律去制裁他 所以说这样子的新法里面 有一个重新的规范 包括除了一般的行政划返以外 对于那些破坏的这些海岸的地方 按照那个一级或是二级的保护区 防护区 你破坏的程度不同的时候 都有图形 也就是最高的 甚至可以判刑 判到十年的图形 所以这样子的一个 有一个完整的工具措施 这样子可以去对我们的海岸的保护 那个目标就是希望达到一个 自然海岸的零损失 毕竟台湾这个岛 我们已经没有办法再去损失 海岸日进了 因为气候变迁 或者是这样子的情况 海岸越来越被侵蚀的时候 我们的岛不见了 那个就是变成我们以后就生存不下去了 所以这究竟 那个毕竟这个的海岸管理法它的目的 包括它整个执行的一个设计的一个层面就在这个地方 了解 那我们刚刚可以透过就是我们海洋局副座谈的目前的一个状况 就是说海岸管理法它其实是整合我们整个海岸的一个管理的一个部分 那目前就是海岸管理法推出之后 是不是会对于我们附近居民的一个生活 或者是一个观光的部分造成有一定程度的影响吗 可不可以请教授依照你的专业跟我们分享一下 这个海岸管理法它现在已经有五个执法 今年五个执法已经陆续公告 那执法的目的就是希望能够让群众或民众 他在使用海岸的时候有一个管道可以去申请 不受到这个海岸的限制 其实说保护区或防护区的限制的时候 它有一个管道可以去做发展 所以在这个部分的话 我想民众会有一些疑虑的 他们觉得说到底这个保护下来以后 我到底还能够做什么事情 所以目前的话我们这个海岸管理法 里面其实应该是有保护区跟防护区 那它有分了两个等级 一个等级是一级 一个是二级 那对于一级以外的 一级是比较强度比较高的 以外的这些特别区位 都可以用一个申请的方式 来做一些以后发展的时候 可以做磨合 所以我想我想这个海岸管理法 目前应该是我们确实是推了十几年 就终于通过了 那它应该还有一些可以改善的地方 那就有待于真的是去落实 那各个各个这个总体的管理计划 如果下来的话 应该是县市政府的主管机关 也都会给分配到如何去发展 那我有一点我可能还在再补充一下 就是海岸管理法里面29条里面 有一个海岸管理基金 那这个基金也蛮有用途的 就是将来可以辅助政府 官方的这个政府的部门行事 如果它不足之处的时候 可以来做一些资源这样子 了解 那我们永安区的区长 就是永安区这边怎么样来看 这个海岸管理法的部分 基本上我很高兴 我们现在目前政府有定这个海岸管理法 但是我看 我基本上我看了那些法律之后 我发现里面很多专有名词 有很多什么近岸海域 冰海的海域 海岸保护 海岸防护 还有什么平津高潮线等等之类 很多专有名词 其实老实实上 一般老百姓他是搞不懂的 那我是希望说 如果有机会的话 海洋局在做宣导的时候 看要用什么样的检疫的方式 来让一般的民众来去了解 另外一个就是说 我看看我们的海岸管理法里面 那属于二级海岸的保护 跟海岸的防护的部分的主管机关 应该是直辖市政府 那直辖市政府里面 那依照目前来讲的话 因为我们的前者单位很多 然后也蛮乱的 那以后是依照那个项目来管理呢 还是用设施来发分来管理呢 还是按照我们刚才的 什么近岸的海域 冰海海域等等的 来前者来管理 我觉得这个地方 应该要做一个厘清 不然的话一般民众要找 对口窗口的话 不晓得找哪个单位 我是觉得应该会 这方面应该再加强厘厘清 好 那我们刚刚局长 有提出我们疑问 那我们先请问议员 就是对于海岸管理法 有什么样的看法 待会再请我们海洋局的附助 来跟我们一并的做回应 好 议员请 基本上我当然是相当肯定说 在民间这么多社会 大家的努力的推动 社会团体努力的推动之下 还有很多学者专家 让我们终于在 我们在国家的层级上面 有一个专门针对海岸的保护 跟防护有一个非常明确的母法 那在这母法的架构之下 我们即将也要推动一个 就是一个海岸管理的一个大的计划 那再从这个大的计划下面去架构 不同的执法跟中央跟地方的权责关系 去做一个厘清 那非常的肯定这样子的一个法令 违章的发展跟建制 原因是因为我们过去 不管在做海跟海有关的相关的管理 真的是机关非常的庞杂 以地方来讲 我们民众可能觉得就海 他可能第一个想到海洋局 但事实上我们在进 就滨海的陆地上面的所有的设施 包括这些堤防啊 这些就是有关排水的设施 其实都是跟水利局有关的 那可能海上的这些海岸本身提案的保护 可能有些又是属于所谓第六河川局 就以我们高雄 北高雄的部分 是属于第六河川局 是中央的 那有些地方又属于海洋局了 那民众会搞不清楚 到底发生问题 我应该找哪一个单位 所以在这样一个大的架构下 我们把这个母法定出来了 我们去仔细的去分别彼此的权力义务关系 中央应该管哪些东西 把相关的这些海岸保护或防护的区域 确实的划分出来 那未来要怎么利用 也一部分的权责丢给我们的地方政府去做管理 那我觉得首先应该是相当肯定 这样的法令的深层 那我觉得第二块当然是说 我们今天要谈的 当然绝对不只是海岸的保护 海岸的防护 包括防灾 另外一块我们也希望说 在这样子整个的架构 在基于我们要保护海岸线 基于我们要保护这些 包括朝间带的这些生态 自然的这些的环境也好 我们到底要怎么去发展 我们地区型的 具有特色型的观光跟在地的产业 那又怎么样去结合 我们现在既有的产业的发展去把它做一个新的提升 所以这个可能是我们在想产业发展 在想开发 在想土地的另外的使用等等 首先都要先回归到海岸管理法到底是怎么去规范 是对了解 那副作针对我们刚刚局长还有议员谈到的部分 有没有一些要做回应的 就是可能跟民众在解说 或是以后再解释的一个部分 那个在这个法律里面规定 当然除了法定的一级海岸保护区以外 其实最主要有一个 有一个专有名词叫做 一般就是一级海岸保护区以外的特定区位 这个部分现在 政府现在正在规划中 其实也都大概画出来了 然后包括我们也是大概 就是说以北高雄来讲的话 其实它的区位是很小的一部分 也就是对民众的影响其实是最小的 已经是最小的 最主要就是没有海岐的那个部分 会比较有争议一点 没有海岐 其实游北一直从我们的二人溪一直往南的时候 其实没有海岐的地方 大概是在弥陀跟子官的交界那个地方 其他的地方大概有海岐的 包括海岐倒入的时候 这个部分的海岸 它就比较不适用这个特定区位 当然特定区位里面 在它的管理办法里面 其实都有定出来的 这些部分我们日后很明确的 包括其实我们现在都信 把这些资料都到各区公所去 由他们去救县地去做调查了解 包括他们去救县地调查了解的时候 也会下乡去跟民众去沟通 你这个地方是属于法定规定的特定区位 就是说未来这些的特定区位的时候 你的开发的时候会受到限制 可是对于目前来讲的话 一般来讲我们现在还没有划定 所谓一级海岸保护区 所以这个部分大家民众 还不需要太紧张 而且我们现在来看的话 北高雄大概它就是属于比较天然的 它比较没有人为的破坏 这是我们高雄的一个信心 而且我们高雄比如说 像别的地方有所谓地下水 那个超抽的问题 我们高雄至少这个部分 我们是比较没有在担忧的 是了解 那整个我们北高雄海岸的一个维护呢 除了海洋局占很重要的角色之外 那其实我们水利局也占了非常大的一个角色 那我们的水利局附作 是不是可以针对我们北高雄海岸的一个维护 不管在海域或者是陆域 到底做了怎么样的一个维护跟工作 能不能请我们的附作 跟我们观众朋友稍微介绍分享一下 好的 其实我们知道整个北高雄过去比较是一个养殖区 所以它整个海域海岸的一个环境就是过度人工化 而且它的整个棲地是比较破碎的一个情况 那为了要推动海岸治理的一个相关工作 其实高雄市政府已经整合市府相关权责单位 那以水利局负责的部分 那我们把整个海岸线改造工程分成三标来进行 那且一且二已经在101年底 跟103年3月完成投入1.4亿 那已经大股改善了整个且定地区的一个景观的一个现况 那给市民一个额目一新的一个感觉 那预计再投入3.4亿来进行且三工程 那所以整个就是且定地区 我们可以北起就是二人溪口南到新达港 总长5.8公里 那做一个景观的改造 那整个改造的重点 刚刚说到这是养殖区 所以他们很多养殖户 他们就是饮海水 所以让这些饮水管到处淋漓 所以我们把这些饮水管 那全部把它收到香罕的管线架上面 然后把它地下化 然后让这边比较整齐 那把马达这些抽水马达 全部到了马达机房 那甚至它有一些电表 还有依照台电公司规定都要 每一支都要有一个电力杆 那我们也把它地下化 或者把它收到电表箱里面 那我们也改造了一些粮亭 然后拆掉了一些违建 这是景观改造的一个部分 那另外我们就是串联整个人行道 以及我们的自行车道 那整个自行车道已经串联了滨海油气区 以及齐漏海堤区域3.36公里 那我们提供了民众一个休憩 还有一个活动的一个场域 那接下来我们也美化海堤区域的一个环境 的一个景观 包括数种的一个选择 那甚至我们把那个海堤 堤后的坡的部分 把他陪后让他就是使之前的那个 堤的那个胸墙会阻碍视线 那我们把他陪后之后 民众就可以在海堤上看到整个海岸 那另外就是说将来这些设施 都是由政府围观 那我们可以减少民众就是一些破坏景观 或者是一些违建在产生的一种情况 那至于海域的部分 这边我可能要先说明一下全责 那整个高雄海岸线 那我们有一般性海堤跟事业性海堤 那比如说像高雄港或者是台电 那是属于事业性海堤 那是由墓地事业主管器官去全管的 那一般性海堤 县设合并之前 那是属于六合局那边在全管 那原高雄市的部分就是属于高雄市在全管 那先是合并后 其实这个部分还是依照原本的一个全责划分 甚至连海岸管理法施行之后 那其实刚刚大家在提到那个一级海岸二级海岸 那其实经济部已经定就是已经划定 就是我们原北高雄的就是原高雄县的部分 包括林园那附近都是属于一级海岸的一个保护区 那原高雄市的部分就是属于二级海岸保护区 那所以不管海岸管理法发布前后都是六合局在全管 那所以在海域的部分其实是有六合局在做 那过去他们也在这个地区完成了销波黄富工 3.8公里 海堤11公里 彼岸堤 凸堤 还有导流堤 总共62座 那其实在这边我水利局要特别稍微说明一下 其实台湾整个就是这种海岸的一个保护 那我们都是寻日本的一个经验 最主要是台湾跟日本一样 都是受到太平洋的一个台风的一个侵袭 那所以过去日本他们都是以建构硬式的海岸 凸堤 离岸堤 还有那个混凝土销波块 然后这种保护工法其实是造成景观的一个破坏 还有让民众没有办法清净 所以长期是为人所诟病 那所以日本其实它在1980年代之后 它就改变了整个海岸保护的一个观念 采用新的一个观念 那以前都是点或者线 现在已经变成一个面的一个保护 那其实在这边我要说明 就是在这个面的保护 过去都是直接做一个垂直式的一个海堤 那巨浪打过来的时候 其实它不是把沙带到就是那个海堤的后面 要不然就把沙往外海带 那现在以面的方式来做海岸保护的工作 那其实是在海岸外海地方一定的一个距离 我们去做前提 那我们是以消波块的一个方式来做 那这样可以消除那个巨浪的一个能量 那另外我们会做一些缓坡 然后让那个能量逐渐减少 那沙回来的时候 就是海浪退的时候 沙就会沉积在这里 然后让一些海沙不至于经常被带走 那被带走就是侵蚀海岸 海岸侵蚀的这个问题 那所以过去刚刚讲说原高雄市 是属于高雄市政府在全管 那我们高雄市也在齐津海岸的部分 我们投资5亿 做了2300公尺的一个浅堤 那养滩大概是112万立方 那另外我们在西子湾的部分 我们也做了人工夹头 然后把那个沙滩把它养起来 大概有6.1公顷 花了1亿多 那这是过去高雄市 我们就是采用整个比较新的一些做法 那后续其实我们也有在思考 就是有关于北高雄 虽然全哲是属于中央 那我们也会持续跟中央来共同合作 然后来推动整个海岸的一个保护工作 那能够让未来的一个海岸保护 不只是一个工程式的一个保护 还可以有一些生态 甚至提供民众一些休憩的 一些场所 那这个是我们未来努力的一个方向 以上 好 我们谢谢副作 那我们先休息一下近一段广告 那观众朋友呢 其实也可以打电话扣印 进来跟我们一起做讨论 休息一下 待会回到节目现场 高雄在地媒体 证实五万周师傅强力放送 活动计划 节目制作 广告脱播 快洽庆联港督 有线电视 老婆 春假出游走哪条路最快啊 当然是BB850选到标最快啦 现在申办BB标数200枚 每个月只要850 时尚最超值 还送1500元购物金了 哇 老婆 还有好理二选一耶 最超值的BB宽评快洽3401991 BBTV最新抢挡 夺命头条 甲博斯 亿万制造公司 邪灵行制录 这也不能够 院线抢挡近载BBTV 随旋影片快洽庆联港督 高雄怎么吃最厉害 高雄怎么玩最精彩 嘻哈高雄陪您上山下海 我觉得我要哭了 带你享受美食 很厉害对不对甜点 出发咯 每周五晚间九点半 跟着10号高雄一起玩片高雄吧 您是每张专注的面孔 期待每次的小小遇见 聆听每块土地传唱的歌 阅读美丽传承的独特记忆 每周三晚间九点和您一起越高雄 天余刚刚说 国航国家都围着山都在打拼 做一个高雄人 他了解多少高雄书 高雄当着起飞 有好的也要减讨的 都需要你来参加 我们在拜祭高雄现场节目 暗时高点现场播出 等你来看他 周一到周六晚间六点 敬请锁定港督新闻 好欢迎回到节目现场 那么我们这边呢刚刚谈到就是我们前定海岸的整个维护跟整修的一个部分 那么其实民众也就是广受好评针对我们前定海岸大家都可能觉得说还蛮漂亮的蛮不错啊 那我们永安局长这边是不是可以跟我们谈一下 因为其实你也蛮希望这样子美丽的海岸可以一直延续下来甚至到永安对不对 那局长会跟我们谈一下就是说现在永安它面临的一个状况跟它可能其实可以发展的一个观光的效益呢 刚才很感谢那个水利局的陈副局长对那个节定里面的海岸线的一个整治的努力 那他在节定第一起海岸线的整治的时候 我就很看到了路过的时候看到很高兴 我就带我们各克市的主管去观谋 那我发现他们做得很漂亮还不错 因为节定跟那个台南的话是衔接在一起 是我们北高雄的一个门戶 那后续他们又推动第二期 那现在目前又在持续推动第三期 那整个北高雄来讲的话 整个海岸线是从节定到永安到迷途到止关 那整个高雄的海岸线 其实如果很多人到澳洲有去看那个澳洲的黄金海岸 其实我们北高雄的行数如果做起来的时候 其实不比那个澳洲的那个黄金海岸还要差 这是我的理念 但是比较可惜就是我们整个北高雄里面 有两个断点 第一个断点就是那个我们新达港的出海口 第二个就是我们的阿公电溪 这是两个断点 那以后有没有机会把这两个断点把它连接起来 行做一个北高雄一个一日游的一个海岸线 我这是蛮期待的 那公所有持续在推动那个新达港的跨海大桥 那我们有跟台电做一个讨论 那持续在努力中 那我也看到那个水利局有在初步在规划那个阿公电溪的跨河大桥 那我们也希望说有机会把它推动起来 那这是我们目前永安所面临持续上的困境之一 那第二我们有很漂亮的一个海岸线 我们永安有四公里的那个海岸线 那很漂亮的一个夕阳 我一直碰到忍逢忍 我就讲说我们永安有很漂亮的一个夕阳 但是比较可惜就是我们的树荫太少 遮荫的地方太少 如果你站在那边没办法站得很久 那另外一个就是我们永安目前的永兴渝港 那永兴渝港先前是因为它在中游的LNG厂的附近 因为中游要建厂 那它就盖一个永兴渝港还给永安的居民 那但是问题是它那时候没有一个长远的规划 所以目前来讲的话 那个永兴渝港里面的功能很少 除了海钓还有山板之外 里面的功能很少 那我是希望说 这个是我们的永兴渝港的困境之一 我希望说海洋局在这方面能够多琢磨 另外一个就是说 我刚才也有跟各位报告就是说 我们海岸线里面碰到问题的时候 才知道说我们的管理单位太多 我们有河川局管理那个提案的 有水利局管理海岸的 那里有海洋局管理渝港的 公务局管理那个石斑路的 还有海巡署管理海面的 另外还有观光局还有工所好多单位 民众碰到问题的时候都不晓得找哪一个单位 这是我们的那个困境之一 另外一个就是说我们目前来讲的话 海岸线里面可能大家都碰到同样的问题 就是说我们的海岸的管线太多了 那我们现在目前有最后一段靠阿公电锡 就是在中游旁边的那个管线的部分 那很高兴我们新工作我们工所经过多方的努力 那经过邱立伟的协调 然后还有海洋局的协调管线的部分 还有我们新工作要土地征收 我们会把那最后一里路把它完成 那我们永安的地方的那个海边的管线 就会比较少 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现在目前 因为我们南边有阿公电锡 那我们也很希望说水利局 或者是相关的单位人或是核酸局 在整个阿公电锡的出海口 是不是做一些海调 或者是利美化等等之类的一些功能的规划 让我们海岸线整个能够钳接在一起 这是我们永安里面 目前碰到的困境之一 但是我想每个区域里面的 海岸线的性质都不太一样 像以协定的性质要做在永安 可能也不合适 那我们希望说是不是水利局 再接再厉 在协定完成之后 能够继续往南推 在永安继续整个海岸线 慢慢把它规划起来 那公所也来努力跨海大桥这个部分 那把这个海岸线整个衔接在一起 这是我们公所目前所面临的 那个一个困境之一 那我们永安有没有什么好玩的 我们的那个效益在哪里 那其实各位都很清楚 我们永安有一个湿地 那个湿地的前身是台湾的自研厂 所以其实台湾的自研厂 会形成我们原来的旁边的一个 盐田的社区 那盐田社区它因为产业的没落 所以它的建筑物保存得很好 那所以我们永安的一个湿地 跟我们的台湾自研厂 其实两个是结合在一起的 所以我们都一直在行销 我们怎么样来乐活我们的永安 因为我们永安有三宝 第一个是石斑椅 第二个是红树林 第三个是湿地 所以我们一直想办法 因为而且它有靠海岸线旁边而已 那如果整个海岸线要整体的规划 湿地还有盐田设计 一定要把它一起把它考虑进去 那我们目前来讲的话 我们也一直在想说 有没有跟类似像北门一样 那它这是一个盐田 那我们有没有可能把第一期的 湿地的部分做部分的一个活化 我们让我们的盐叶的意象 能够风华再现 我们那边的以前字眼 从A乳到B乳到C乳的时候 那个有很多种动力的方式 有用踩那个水龙车的 另外一个就是我们有用风车的 为动力来从这一个乳池 引到另外一个乳池 那风车的部分只有我们永岸有而已 其他的地方没有 那我们也很想把这个意象 把它重新再塑造 那另外一个就是说 我们有一个盐田的一个社区 那我们社区的活动中心 我们也希望说 我们有很多的字眼的一个物品设备 我们希望把它展现让观光客 或者一般的民众来到这边的时候 能够体验到以前的字眼的状况 是怎么样的 另外一个就是说我们这一次 我们去年底的时候 有推一个盐田的彩绘 那我们盐田彩绘有结合那个 我们当时员工他们吃的那个东西 风味餐 员工风味餐 很受欢迎 大家都很喜欢吃去品尝 所以我们也希望说 慢慢把这个东西把它推动 另外一个就是说 我们也希望在我们的 私地教育中心那个附近 因为目前私地是属于台电的产业 那我们希望说 是不是有可能在那一边 私地教育中心的旁边空地 做一个小小的字眼的体验场 一般的观光客来的时候 能够体验说这眼是怎么做出来的 小小的体验场 另外一个就是说我们也结合我们 因为我们那个养殖的鱼温 没有百分之百的使用 也有一些闲置的 那我们也有推出那种天才小钓手 那一般民众去体验那个钓鱼的乐趣 他们也都很喜欢 所以我们盐田 我们盐田社区还有我们的私地 整个结合在一起做一个规划 会是一个很棒的一个地方 另外一个就是我们 我们大家也知道说 我们永安是一个石斑鱼的故乡 既然是石斑鱼的故乡 就是它的养殖业会非常棒 那我们有很棒的钻石水 我想大家都应该都耳熟能详 我们的钻石水是从中油的 LNG厂里面引出来的 那我们的养殖的石斑 在夏天都保持到22到24度 那我们的鱼都不生病 那养出来的鱼都很棒 那我们也跟海洋局在做一个搭配 他们推那个产地餐桌 就是一般的观光客到鱼温里面去 然后现抓那个鱼起来 然后马上料理 那一般的民众都是很喜欢 这种产地餐桌 那我们目前来讲的话 我们产地餐桌都是在跟尾峰 养殖业在配合 另外一个在我们最近 在我们的盐宝路那边 有个白甲的养殖场 那他也有在试这个部分 我是觉得应该是可以去推广的部分 另外一个就是我们海岸线的部分 我们钻石沙湾 大家也在永兴渝港的旁边 有一个钻石沙湾 钻石沙湾的话 我们新港的理事长舒国珍 用心的经营 这也得奖无数 那我们公所或者跟社区也做一个结合 然后在夏天的时候有砍沟 那另外这个地方夕阳又很漂亮 所以一般的观光客 也蛮喜欢去钻石沙湾 那我们有一年一度 有两次的趋特社 那我们上半年有天文文化节 我们以秦奇书役为一个主轴 今年也很荣幸邀请到 蔡主席跟我们的陈市长来立临指教 那我们下半年度有石斑以文化节 我们要能够看得到鱼 吃得到鱼 买得到鱼为主轴 来推我们的石斑以文化节 那跟我上面讲的这些活动 做一个结合 是 谢谢 那我们可以发现区长对于我们整个永安 其实非常非常多的一个想法 对不对 那我这边想问一下教授 针对区长刚刚谈到的整个永安的一个观光的一个部分 教授您怎么看就是永安可以怎么样来做一个发展 确实如此那这个永安弥陀 这个整个养殖区的自然资源 还有他这个文化 与养殖的文化 是非常根深蒂固的 能够有长期的一个能量在那里 所以这个就是将来可能整个被高雄海岸地区发展契机 那当然可能有需要一些转型的工作来做 那可能在这个养殖文化的这个推广方面 那如何能够配合 因为如果说起这个故事的话 那个养殖区是最早台湾的一个 就当初这个廖一九院士 他亲自到那边设立 然后经过三四十年四五十年这样子更新出来 所以这个里面还有红树林 还有这个湿地 那我们现在调查的情况的结果就是说 觉得如果能够 他的湿地还有红树林还有养殖 其实分布蛮广的 所以在交通的网路还有网路上面 能够提供更多的路线 然后能够容纳更多的这个观光客进来 那外序的话是否在这街上 主要的这个铁路的运输 或者是这个主要干道的运输 这个部分 那我倒是觉得说 当然不只是永安 就是包括茄定 弥陀 还有子官 每一个地方都有它的特色的渔产 这些渔产就应该都是要结合起来 那整个红树林地区跟渔温 像刚才有说闲置的渔温 闲置渔温跟红树林如果结合起来 能够提供自然资源的景观 而且非常非常的珍贵 所以这样子的话 一般的游客进来的时候 它不只是能够有这个食物 而且对自然景观 真正海岸的自然资源 也能够去享受 所以我想这个需要有一个 比较深入的一个规划 就是把红树林的保护 以及养殖场的 养殖区的这个转型 这个观光的设计 重新来做一个结合 那必须要去一个全面性的 应该就是包括整个 北高雄海岸地区 了解 那我这边想再问一下 水利局的互助 就是刚刚我们区长有谈到说 像是阿公殿西的那一个部分 然后就是可以 是不是可以做海调 那还有是不是把那个 整个路线衔接在一起 那这边水利局有什么样的看法吗 就是把整个观光 做一个完整的一个延续 是那个这样 那个其实刚刚区长有提到 他就是当我们完成了 潔定海岸就是县的 整治的一个一二标之后 那也觉得说应该要来把它做延伸 那我这边再稍微说明一下 为什么当时选定以潔定为主 那其实交通部在 就是有一本完成一本报告 叫21世纪台湾发展新战略 他就说希望以海洋观光发展 来弥补我们台湾陆域空间的一个不足 那我们水利局在几年前 我们有一个大高雄海岸环境整体改善的一个计划 就是依照交通部观光局所制定的 这个海岸型风景特定区评件方式 那从人文 自然 景观 它的一个独特性 稀有性 变化性 还有什么观赏性 很多的一个指标 然后来找到那个发展潜力比较好的 所以我们从协定 因为它的就是 它整个评鉴出来 它的潜力比较好 所以就以它为主 那我也非常赞同 刚刚就是区长所讲的 其实观光发展不是负质其他的一个地方 应该是要依该地的一个特色为主 那我想就是说有关于后续永安的一个发展 其实我去欧洲 去日本看到很多小乡村 他们是很漂亮 很美 然后就是你回去之后你印象很深刻 那我相信永安这边有很多故事 是值得让人家静静乐道的 那是不是 我想我不以单点 他可以做海钓 他可以做什么 我觉得说应该是从一个部分 就是说大家一起发想 认为永安后续这整个 后续的一个发展 他可以朝哪些方向 那其实他很多像刚刚讲到延天 讲到湿地 讲到海岸线 他可能涉及到市府相关单位 那我们大家再一起来讨论一些权责分工 那我相信就是县市和平之后 那高雄市长的带领之下 其实高雄市都希望能够来拉锯 那就是把这些城乡的一个差距 把它拉平 那我想在这个部分 市府也会持续来努力 好 以上 那我们刚刚谈到那么多 就是不管你是维护或是观光的一个部分 那其实我觉得最疑问的就是说 民众看了我们这一集 他可能会觉得说 那我家就在北高雄海岸 那我到底应该要做些什么 或是转换我的想法 那议员这边是不是有看法 我想我们今天的节目 大概上半段一直在谈 就是整个海岸的保护跟防务在一个 防灾或者是水利排水这样子的一个角度去切入 那下半段的节目 大概我们很希望去谈说 我们地区的在地的特色的发展 然后经济观光这样的角度去切 那我其实特别像我们刚刚永安区长 有谈到永安区的一些特色 那我也可以跟各位观众朋友介绍 比如说像子官区 子官区它有一个叫HOTSEP 就是食品安全的通过认证的一个这样渔获的拍卖市场 就从打捞到你贩卖的这整个过程 都是经过一个非常完整的食品安全的管理 那第二个比如说像在子官在地也有每一年 几乎都会举办的科寮渔村小摇滚 就是一些民间的团体跟在地的一些年轻朋友一起 卷动的一个大型的活动 那同时它也卷动很多在地的志工在做近海 就是近滩这样子的一些环保回收这样子的工作 那比如说像弥陀好了 其实弥陀也有很多的这样子的观光的很在地化的特色 因为我们大概谈观光 特别谈海岸的话大概就分两块 一块就是海上的 青海的这些活动水上的活动 所以我们不乏就会想到我们可以坐游艇出去 或者是说我们是不是可以做一些海上的一些活动 或者是冲浪 这样比如说我们会有很多的想象 那另外一块就是比较人文文化方面的观光 比如说像刚刚永安有讲到坎沟 比如说天文文化节 那在弥陀的话我们弥陀有皮影戏馆 就过去我们有国宝级的老师在那边 那林静也有一个我们正在高雄市 我们包括我也非常努力要把 踏底山公园纳入我们国家公园的这个计划也在推动 那包括当然我们知道 弥陀是四目鱼的故乡 所以它其实有每一个海岸每一个地区 它有不同的特色 还有鱼种的不同的分化 那像刚刚谈到子官弥陀永安都有相关的不同的 不管是文化的特质 那或者是他们养殖渔业的分输化 那我想其实我们在谈未来的这个区域性的发展 或者是整体的北海岸的整个也许是观光的价值也好 或者是产业的如何来提升 包括这个养殖产业 如何在我们这一次的含害之后 能够借着这一次的机会 我们将相关的专家学者 还有一些技术的团体 养殖技术的专业 引导到我们未来的这个养殖产业的升级 甚至到行销到海外去 那我觉得这都是在奠基于我们第一个 在这个海岸管理法的架构之下 我们到底要怎么去做 那另外一块在我们上一次去年的工厅会里面 大概很多的不同的单位 包括渔会的团体 民间的团体 游艇业者 那还有当然我们每一个区公所 在北海岸的这些区公所 一直到前定的区公所也好 其实大家都一直在谈到一个共同的问题 就是说我们北海岸无论未来要怎么发展 或者是民间的团体 或者是一些社区 如何去提升发展一些在地分输化的在地经济 也可能是一些社区的总体营造 可能是可以发展在地的社会企业也好 那无论是什么样的方式 最重要的就是就像我们刚刚区长提到的 我们要先守要解决交通的问题 我们现在其实也许等一下教授 或者是我们海洋副局长可以补充 就是说我们现在其实整个北海岸 最重要的大概就是我们台17线 那台17线就是最重要的这个南北向的道路 那很多民众的对交通的想象 还有我们想要怎么样发展这个观光 可能首先都要克服这个交通 因为我没有开车我不知道怎么去 那我们的公共运输的发展可能是 还需要再被提升的 包括一般的大众运输 包括我们的公共汽车 那包括我们的自行车道 这可能就要跟水利局有关了 因为我们现在自行车道大概只坐到南高雄 那还有北边一段 中间是没有的 那我们也努力在争取 那包括跟环保局有关的 我们去争取设置我们自行车公共脚踏车站 那去年我也争取到在子官的科料先设置往北 就设置一个 就让民众可以从市区到 至少先到我们子官嘛 然后再慢慢一步一步来争取 那这大概交通方面最大的是发展上的问题 那第二个其实可以 我们可以跳脱这些既有的养殖的余温 跳脱所有的我们去想象一个 也许民众需要的不见得是一个自行车道 也许没有那么多人想要骑交他车 那也许也不一定是设置步道 就是最好的方式 也许我们可以跳脱 如果我们未来的科技跟技术能力 可以克服我们的灾害的话 如果北海岸可以来一条轻轨 那个想象是不是又不一样 那我们如果 当然如果要取得这样 土地取得也是很困难 那如果我们真的有这样子的一个想象 我们怎么去结合在地的发展 和文化活动 经济活动 我想这会是一个非常有趣的课题 那海洋局副作证 有没有一些想法 就是说针对我们整个北高雄海岸的一个观光 经济发展也好 它可以有什么样的一个计划吗 就是关于海洋局的一个部分 针对于高雄的北边这边 我想最主要它是跟南边是不一样 南边是都会区 它原本的先天的环境就不一样 我想还是要回归到北海岸 我个人的看法是说回归到一个社区营造的一个五个面向 也就是人文地景产 也就是人的部分 我们希望就是说 因为我们知道那个是原本都是乡村的地区 这些人民是充满的会让你感动 你只要跟他交朋友之后 你会你就会一辈子的朋友 所以说这样子如何 这样子让这些居民能够满足他们的共同需求 然后在这样子的人际关系的营造之下 他的乡村包括这些渔村们能够发展出他的特色 另外一个就是文就是说 他的社区本来就有一个共同的历史文化 我们帮忙去做延续帮忙去做推广 然后他有没有一些艺文活动 像刚刚讲的弥陀的皮影系 艺文活动的持续的一个经营 这个我们要去帮忙他们 另外在地的部分就是说 社区所在的地理特色的维护的跟发扬 像刚刚讲的踏底山 他有一个地理特色 他有个景观 这个部分我们如何去帮他维护跟发扬 然后把他在地的特质能够强调出来 另外一个第四个就是产 我们刚刚讲的 北边他就是原本就是渔温所在地 这些他就是在地的一个产业的时候 我们如何去帮他创发跟行销 这个部分其实包括区公所 包括海洋局都一直在帮忙在推 我们是希望 包括这个是集体经济 活动的一个呈现 他不是个体经济 因为如果个体经济 可能是某个财团在那边开一个大饭店 那个是不一样的 我们要的 北高雄应该是一个集体经济的一个发展 另外一个景的部分 像我们刚刚讲的 很多这些地方 永安有永安他一个社区独特的景观 他如何去创造他 然后另外一个 他的生活环境的永续发展 包括现在的 有法律规范他 哪些你是禁止是被别人独占的去使用的 或者是随便乱开发或去破坏者 像这样子的一个 另外一个最主要的 我们在这几年在跟社区里面 包括永安这边在讲的时候 在地社区居民的自力投入 这样社区的景观营造 这个是最重要的 所以我在想就这五个层面 五个面向来讲 就是海洋局这几年都一直在推向这个方向 当然不可能 有些东西是没有办法说 一下子就能够成果呈现出来 可是已经慢慢在扎根了 所以在这样子的一个 五个面向的情况之下 我想也是希望就是说 我们北高雄的这些的 我们不一定要像都会区那样子 我们曾经尝试把都会区的人 带进去用蓝色公路 然后港对港之间 把那个船带进去 可是第一个 他的成本 船的成本的那种所谓 他经营成本很高 再过来他没有一个定期的航班 然后没有充远的客 那个客员的数量 可以支撑这样子的一个航点 所以变成这样子推行的过程里面 我发觉说 民众变成说 他要荷包里面就要踏不出钱来 一唱可能要六百七百八百块 这样子来回一天 有时候他就觉得 他自己开车去还很方便 因为毕竟现在的交通路往非常方便 他可能开个车就到了 所以这样子的 你看我想 在北高雄我们发展的方式 应该是不同于都会区的 这样子的一个港口的 临近的一个社区的发展方式 是 了解 那刚刚我们有谈到就是整个海洋公路 那但是我们蓝色公路的一个部分 那可不可以请问一下教授 就是说我们整个北高雄 它大概还有哪一些亮点 可以支撑我们整个这样子的一个蓝色公路的部分 让它可以继续发展下去吗 因为这几年这个海域的活动 在高雄市也是推广的非常的热忱 所以包括新大港的这个船船 还有这个一号船头 这个游艇船船已经慢慢成型了 所以其实现在从安平到新大港 一直到大鹏湾 其实是慢慢形成一个 可以进行船只海域活动的一个大的三角区 三角一个大海域 那相当于差不多半个旧金山湾 那就国外的旧金山湾就是这样子 还船点点然后有这样活动 所以海上因为受到风浪 还有气候的影响 就是包括这个你推行这些 这个蓝色公路的时候 船班都会受到影响 所以势必是需要配合岸上的一些 包括饮食还有住宿 就比如说永安 他现在海边看夕阳饮食 有餐厅在开设 那这个时候去海上活动的人 他比较能够靠岸的时候 有一个地方可以休息 然后就不会像是赶鸭子 就是很快搭船 然后到一个点有没有 接下来就很累这样子 那我的想法是说 觉得说交通的部分 其实我们自己在这样子 在做这些海域活动规划的时候 我们也会想到是接连到 比如说从铁地面接连到铁路的站 然后利用这个交通网 那国外的案例 我也是蛮赞成 这个客户局长的这个说法 就是说不见得要把北高雄海岸地区 变成是一个都会发展的地区 而是应该容纳相当的自然资源 以乡村的特色 那国外的话在这种地方 像刚才讲的这个自行车步道 或者是走行车步道 会穿插在这个红树林的交叉的这个水温里面 那时间就会拉长 所以也是需要鼓励一些民宿 或者是 所以在这个时候就必须要考虑到 适当的土地的适出 因为这个养殖余温 其实它在转型的时候 有些是可以转得过去 有些可能就没有办法再继续过去 这时候它的土地价值 可能就可以来支撑将来容纳更多的观光客 漫游 然后这个时候你就可能可以解决到 所谓的到海域活动 或者是这些交通的链接的价值 了解 那么其实我们刚刚讨论到 非常多关于我们北高雄海岸的一个 不管是发展也好 观光效益也好 那其实可以发现这个议题它非常的大 那它涵盖的部分 甚至是单位也非常的多 不过我希望可以借由 像是我们今天这样子的一个讨论 可以开启我们整个北高雄海岸的一个 经济发展的一个契机 那也期待未来在海岸管理法的推动之下 我们北高雄海岸可以有一个很理想的发展 那以上是今天的高雄现场 感谢你的收看 我们下次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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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点栏目